我是Vial Therapy and Wellness 的内脏肌膜及生经松动治疗师 今天我要开始这个视频 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 什么叫做内脏肌膜 然后内脏肌膜的疗效是怎么样的 能够帮助到什么样的族群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透过 这些一系列的YouTube的频道 能够了解更多 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你们 然后继续跟你们的亲朋亲友 分享这个那么棒的一个治疗 谢谢 什么是内脏肌膜治疗呢 内脏肌膜松动素 是由知名的法国古病医师 和物理治疗师Champier Barrow 从他多年临床研究所发展出来的 一种创新的治疗手法 他强调 身体的和谐和健康 由赖于内脏动作的流畅和活动度 当一个器官不能正常的活动的时候 并且与周边的组织三连在一起 身体的某些部位就会被逼 要调整和做适应 进而引发其他的问题 最大的明显的就是我们的骨骼肌肉的僵硬 什么是内脏肌膜呢 内脏肌膜其实就是包括着我们的内脏肌肉骨骼 身经血管和淋巴的一层包包的鼻末 他能够为血管身经和淋发管维持他们应有的痛道 然后呢也会保护我们的内脏 让他们在滑动的时候呢不会受到磨损 然后你可以看到哦在颈部的时候这边呢 我们有分了很多层的筋膜 然后每个层的筋膜呢都有它不同的保护的结构 它有分层呢浅层中层还有深层 甚至来血管的颈动脉的血管那边也有一层叫做 它会保护着我们的颈动脉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心脏 心脏其实是一块跳动的肉球 它如果没有了这个Polycardium就在心包膜的话 它不能够固定的在我们的胸腔内跳动 它必须由这个心包膜把它固定 透过五条韧带固定在我们的胸腔里面 它有分成五条 前面两条会连接到我们的胸骨 下面那一条这C的地方呢 我们是连接到我们的横隔膜上面 然后再看一下D哦 D会直接连接到我们的颈椎 所以在这个心包膜发生问题的时候呢 有些人会觉得呼吸困难啊 有些人会觉得说颈尖会疼痛啊 那再看一下我们左边这个图哦 左边这个图是一个皮的一个图案 然后你可以看到中间那个黄色的这个地方哦 我们是这个叫做筋膜 它会透过这个筋膜呢 把皮连到周边的器官组织 比如说胃 移脏 然后在下方就是那个横大肠跟降脂肠 上方的话呢 它也会连接到横隔膜 想象得到哦 如果其中一个器官呢 发生了一些活动的那个限制的话呢 它会连带的影响到周边的器官的活动性 再看一下我们的右边 右边是个肺上的一个图哦 你可以在下面的一个切开图 可以看到我们的肺外面有包裹着了两层的那个筋膜 然后这个筋膜呢 又跟我们的肋骨 还有肋骨之间的那个肌肉组织 有个很紧密的联系 然后跟连接点 想象如果你肺胀 受到感染 细菌感染 发炎过后呢 这些感染会造成这个筋膜发生沾黏 沾黏过后呢 它会直接的影响到那个我们的肋骨的活动性 所以在发炎复原过后呢 某些人会觉得说呼吸困难啊 肋骨活动受限啊 进而造成那个那些颈尖疼痛的问题哦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骨盆枪的一个图里面 我们的那个直肠旁观 我们的子宫 它是透过了很多筋膜把它固定在骨盆枪里面的 想象因为开导手术 或者就是说生产的一些手术 你会造成那个子宫有产生疤痕 然后有一点点的疑味 因为疤痕都有一点张力嘛 它会造成其中一个韧带可能变得比较紧啊 然后进而影响到相对的那个骨盆的那个活动方式 或者那个神经系统的拉扯 造成活动受限 然后在进而的造成下背痛哦 在我的诊所里面呢 我常常听到一些疑问哦 比如说什么时候需要做内脏筋膜治疗啊 或者什么年龄的人适合做内脏筋膜治疗 在我们的这个诊所里面 我们看到的族群呢 有小至两岁一直到大至九十多岁的老人家都有 然后什么时候需要做内脏筋膜治疗呢 当你的疼痛九字不遇的话呢 比如说你们常常有颈尖疼痛 然后在做传统治疗 比如说按摩啊 诵经啊 都无法解决的时候呢 你们可能会考虑到要做内脏筋膜的一个评估 因为呢我们的颈尖疼痛很多时候呢 是因为内脏筋膜沾连 造成那个肌肉骨骼活动受限 而引发的代肠活动造成的 我们接下来的一些 影片呢 会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是怎么做评估 然后在每个内脏 它如果失去的正常活动时候呢 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颈尖疼痛啊 或者有些内脏造成下背痛 或者膝盖疼痛 我们会慢慢的跟你们分享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症状 然后呢 在我们的诊所里面呢 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手法 去帮你们解决这些 内脏筋膜活动失常造成的病痛 在我们诊所里面呢 常常听到我们的顾客问我们 我们的症状要治疗多少次 才能够会有体会到疗效呢 在我的经验里面呢 有一些病人看似很复杂 只是治疗一次过后呢 他们回去就觉得说都好了 但是有一些病人呢 在治疗了三五次过后呢 他的症状虽然有得到改善 但并不能完全根治 这个要看病人本身 他们的那个生活环境啊 工作压力跟情绪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内脏哦 是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而变得比较紧绷的 因为这个是受到 胶感神经跟 副胶感神经的支配嘛 所以我们会跟顾客讲 如果你们的症状 不是因为情绪造成的 而是因为身经紧绷造成的 那可能会一次就见效咯 只是它的复杂性要看个人的 我们想说历史吧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有很多的创伤 然后这些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引发另外一个问题 再引发到新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天你们来见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说当天在当下 身体最紧绷啊 最严重的点在哪里 然后再从那边开始治疗 第一层次的问题 然后再慢慢的往下去治疗 身体平衡过后 所发生的一些调整 效果能够持续多久呢 这个情况呢 就是像治疗效果 多少次能够见到疗效一样 也是要因人而异的 因为每个人啊 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生活习惯 完全不一样嘛 只是如果他的症状只是 神经系统造成问题 然后神经系统 在得到活动的时候 后呢 他们通常不会再造成沾黏 他的效果就能够持续久一点 那如果你的问题是因为情绪紧张 造成的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病变 所引发的永久性的一些沾黏 那个效果可能会无法得到持久的解决 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过几个月后 可能又开始疼痛起来 然后再回来找我们做治疗咯 内脏筋膜可以帮助的问题 你们可以看看在下面的一些slide里面 你们可以看 他在针对每一种的疾病 他们都有他自己的疗效 比如说妇科啊 比如说肌肉骨骼的问题 小额科的问题 或者就是泌尿系统 跟肠胃问题都可以得到帮助 地区 针对